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白芝麻牛奶面包卷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220克的高筋面粉 先加入2克盐 3克酱母粉 再加入30克的白糖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150克的牛奶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然后再下手把它们揉成像这样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 接着我们先加入2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然后再把它移到面板上 像搓衣服一样继续给它揉搓10分钟左右 一直揉成像这样细腻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揉好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常温显化至两倍大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我们的面团就已经显化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给它折叠几下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用手先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们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揉得细腻光滑一些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搓圆 都揉好后先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先松弛10分钟 10分钟后我们先把它轻轻的按扁 然后再把它擀成一张厚度约3毫米的牛舌状饼皮 擀好后我们先像这样把它慢慢的卷起来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搓细搓长一些 接着我们把它对折后再像扭麻花一样 给它拧上几圈 最后我们把接口的地方再用手给它轻轻的捏盐 像这样我们的生配就做好了 都做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配有固油纸的烤盘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30分钟左右 醒好后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鸡蛋液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烤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了白芝麻牛奶面包卷 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而且还有一股浓浓的白芝麻和牛奶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